今年的《中国好声音》首创的导师点歌模式 在一百多首备唱曲目中选择自己最想听到的歌曲 让四位音乐丸童玩得不亦乐乎 有一首我觉得非常显眼的 而且最近还蛮火的 叫做《不爱我就拉倒》 我刚刚这个本子怎么不小心拍到它就转了 太敏感了 不是 我觉得连椅子都受不了你这么恶心的行为了 对啊 请帮我转 可以帮我转回来一下吗 可以先帮我转回来一下吗 麻烦工作人员把它转出去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有一个人的歌曲出现频率相当之高 好 这个歌演唱作词作曲全部是同一个人 我就觉得这个人对自己一定是相当有自信 或者相当自恋 这个歌有气势 因为就叫做英雄 我俩 我也看到一首歌 我很少听到歌曲呢 我好想把那个歌手的脸呢 你呢 我好可爱哦 这个歌可爱到怎么听不 哎 你还居然可以写出听妈妈的话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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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可爱啊 有没有想 捏捏捏它 哎呦 哎呦 好可爱呦 哎 没关系 不要闹是吧 没关系 我们这个选手还在等呢 这个名字非常长 这个名字非常长 叫做周杰伦的很多很多很多首歌 原唱词曲都是同一个人 等你下课 烟花已冷 哎呦 哎呦 《指战之伤》 《爱在戏源前》 《爱在戏源前》 《明明就》 你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 这是一点 三个都已经点了很多你的歌了 不是 没有办法 因为学员有要唱 学员有要唱 我们就不能不点 以上还都可以说是顺应学员们的要求 可下面这种情况 杰伦老师 您可就是24K唇显摆了 眼睛是很多人创作的时候 会常常用到 对对对 我只有跟耳朵有关的 叫做听见下语 你不可以这样子 我有嘴巴的 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 我有鼻子的 迷蝶香 妻礼香 我们摸一下 好不好 那个李老师器官 五官好了 对不起 我这个歌里面没有这个耳鼻喉壳 所以你知道我点你的歌 我最怕什么 最怕什么 就是你发表演讲 演讲 小小来伪装掉下的眼泪 杰伦的杀手姐 我认为就是 我喜欢你的歌 我想到你的战队 然而电视机前的您千万不要以为 代表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周董 在抢学员这件事情上 就真的所向披靡了 因为在热情表白的背后 往往是痛彻心扉的拒绝 大一点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买了MP3 有一百一十首都是杰伦的歌 我想跟杰伦老师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我轻轻地唱一口 你说的爱我 他在乱流 他来不用抢人了 不是 他在讲这个我都有点紧张 就是好几个学员就是这样 前面先讲个故事 我喜欢周杰伦 结果选了纳英剧了 对 对 纳英今天不在 好 你的决定是 我的选择是 李健老师 因为每次很多人讲什么 从小都听我的歌 每次讲这种话都不会炫我 这个你看 这让我有了那个纳姐的回忆 你看吧 你们这个到时候 声声音有好做剪接的 对不对 剪好几个学员 然后最后选大剪 然后记得帮我配一下我那首歌曲 不爱我就拉倒 不要麻烦了 不要麻烦了 按照片 不要再忙那几句是我的风格 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周杰伦老师 周杰伦老师 我非常喜欢杰伦老师的歌 所以你的选择是 那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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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我就拉倒 离开之前 不要爱得搭搭 反正我又不是没有那样 气息还好 对我来说都还好 如此有才华又萌萌哒的周杰伦老师 征服的可不光是观众和学员 就连他的三位搭档 也是掩饰不住对他的宠溺之情 时不时的就要陪他皮一下 我刚好来考考李老师 好好好 我看结论肯定是做完准备的一宿 没有 李老师对文字这么有研究的话 没有 我考一下 不能用写的 用想就好了 三点水 一个这个杨妹妹的杨 你们别说 通常来讲 就他那个用力 就代表他的发音了 杨 又是杨杨的杨 接下来重点来了 哈林哥别提示他 好 三点水 一个来来去去的去 面什么 法呀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来 这是多少 这是多少 哎呀妈呀 几都行 几都可以 好 一好 就这个吧 二啊 一加一给多少 一加一给多少 还可以二啊 K.O. 当然 三个人联合起来 调侃一下周杰伦的轮式唱法 也是相当舒缓气氛的一件事情 有一首歌呢 我小时候就老听 但是呢 我看那个小书本 就是那个歌词本的时候 歌词 我要追得好辛苦 现在长大了十几年之后 我要在他旁边 跟他一起再听一遍 在他旁边 然后问这个老师 你到底唱啥呢 你讲的是周杰伦老师吗 对 杰伦的歌词确实是很多 我跟杰伦说 你开一场演唱会 我也开一场演唱会 你唱的字数至少是我的三倍以上 我跟你讲 以往都是觉得这个歌词要唱得很清楚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他的歌词是很简单 凶肌啊 我爱你 你爱我 这么白话的东西 当然是一目了然 但是因为每次方文山写的歌词 都是很深的 这一般人来说 谁会懂这样的歌啊 所以代表说这个歌词太深了 不是我表知不清楚的关系 好啊 你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可爱女人 可爱女人 怎么唱 歌词 歌词是什么 对对对 就这样 就是这样 气死我了 好 我们不探讨这个 不探讨这个 我们先听学员唱 好不好 还好我们的杰伦老师很快就为自己的独特唱法找到了解释 其实这首歌啊 就每个人都在听吧 然后主要是内容大家听不懂然后去网上去查 定了 我自己都听不懂 然后 sine要去网上去找听了唱什么 然后后来发现里面有好多历史的知识 是不是 很多人他听不懂 我唱什么 他就会去查歌词 反而增长了他的知识 原来你是故意这样 我故意这样了 相比之下 李健老师在后台的这番解读 是不是更加合理呢 最后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有原因 音乐需要 自生唱员有时候会打破 你这个音乐节奏 我仔细想想 如果唱的自生唱员 就很恐怖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好声音的团宠周杰伦老师 还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欢乐和惊喜呢 记得持续做定真声音 感谢收看真声音 欢迎登陆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爱及观看更多节目内容 微博搜索进入中国好声音话题也 加入你喜爱的导师战队 接受导师神秘惊喜 更快获取导师学员新动态 感谢这张位置 观望蓝天下 中国蓝TV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速度娱乐 国际在线 天天屁独敞 新闻客户端 西瓜视频外 拍拍摄 360搜索 搜索 输入吧 了解更多节目讯息 还可以登陆腾讯性文购单 网易性文购单 向前文购单 凤凰性文购单 搜索性文购单